失败中的失败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板桥的望月楼 听说这间望月楼呢 是台湾数一数二好吃的 是不是数一数二我不知道啊 但是在网络上它挺有名的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家乡的味道 因为作为一个港仔 我必须要来这里试试看 能不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那这里呢 其实基本上算是台湾风景最好 因为它在48楼 所以照理来说 应该蛮好吃的 我们走吧 那我们进来餐厅之后 其实我们也点了一些 他们餐厅比较有名的菜 像是一些点心啊 一些月菜啊 一些新鲜的海鲜什么有的没的 也有一些什么炒饭 是他们 它说客人必点的 所以我们也就照着点 那我们先上菜的部分 一定是点心嘛 不过 这里的点心呢 跟我们在平常在那种港司茶楼吃到的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边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跟平常我们在平常吃到那些 可能就比较随心一点 有一些区别 来看看这些比较精致的点心 有没有比较好吃 因为确实啊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违和感 那种违和感就源自于 我们一般的既定印象 就是对于茶楼都是很热闹的 那个点心还要抢着吃的 就是还要去那个推秤那边拿 有时候可能会拿不到 但这边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高档 而且楼层很高 风景也不错 所以试试看吧 来我们先吃这个金鱼饺 看起来做的做的还不错 但是好不好吃了 就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金鱼饺呢 跟我们平常吃起来的 太不一样 因为它把把虾子打成了虾滑 然后再混进里面的 然后我们平常吃的时候 就里面会有一颗虾 爽爽的 这颗里面不是它就变成一个虾滑 然后它有很浓郁的虾味 不过我觉得这个 虽然不一样 但是没有一样 我觉得特别好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普通吧 这个菠萝叉烧包 这个菠萝叉烧包呢 我觉得是失败中的失败 失败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一般在吃菠萝包的时候 我应该说我们一般在吃叉烧包 我们在里面说我们吃的是叉烧包 但是它用菠萝包结合叉烧包 它结合了菠萝包之后 它用的包皮是那个餐包的包皮 已经失去了热腾腾 叉烧包包着那个叉烧馅料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有点失焦了 因为叉烧包本来是吃很幸福的一个东西 掰开来喔 一口接着一口 然后很热 然后吃了叉烧馅料 但是这个变成有点走味了 叉烧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 就是一个白白的嘛 然后它看起来有三片 然后掰开一片就一口 掰开一片又一口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就是 它上面让你觉得很甜 它里面的叉烧馅料又没有让你觉得很咸 所以它吃起来有点腻 就是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们在吃叉烧包的时候 就是那个包啊 那个包子啊 是为了综合那个馅料而存在的 但是这个 它用了菠萝包之后 就完全失去了那个功能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好吃 好来进行下一道 这个咸水饺呢 卖相很厉害 我们来试试味道吧 这个咸水饺啊 我跟你们说 我爱我 这个咸水饺应该是我 吃过以来觉得 最不错吃的其中一个 我没有吃过这么饱满的咸水饺 我们平常吃咸水饺的时候呢 它的皮是相对来说比较薄 比较脆的 但是这个不一样 它把外皮做得很厚 它虽然外形像的茄子 但是其实它的外皮是用芋头做的 所以你会吃到微微的芋头香 它做的那个外皮 比较厚的关系呢 所以它口感很丰富 吃得出来 它的外皮很用心的在制作 所以这个咸水饺我给满分 好下一道 天鹅萝卜酥 好外形很可爱 先把它投客了 嗯 它头容易 咬不开 好阴谋它的 来 试试这个酥饼 呵呵呵呵 要不开 这个就 口感呢 它吃得像叉烧酥 但是味道却不是叉烧酥 就是它类似于叉烧酥 因为它是萝卜酥 听起来像废话 外形很好看 但是味道呢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没有让我觉得吃下去很爽的感觉 就是它外皮不够酥脆 如果它外皮更酥脆的话 会感觉这个食物更有口感的层次 因为它外皮咬下去的瞬间 其实几乎是等于 好像有点类似于融化那种感觉 因为它外皮太薄了 这个酥皮就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艳 这个就还好 好接下来这个鲜虾腹皮卷 是我在港式饮茶里面最喜欢的一道了 如果这道都能失败 那就没救了 因为这道我很少吃到不好吃 这个呢 它跟一般的做法好像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比较大一颗 那我们平常吃到的的话 可能只有它那个宽度 大概只有一半吧 差不多只有一半而已 我切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卷啊 这一卷里面可能 差不多有五六只虾吧 我刚刚咬下去一口 至少就有两只虾了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沾醋 这个这一道 因为那个醋才能带出那个虾的味道 我感觉不然的话 你能感觉吃这个会有点油腻的感觉 因为它是用大的嘛 你就会需要一些别的味道来辅助它 不过说实话 这个虾子多到 让我觉得很可怕 第一个酥皮卷就有至少六只虾 差不多六只虾 而且虾子都是还蛮新鲜的 还有下一个虾角王 这种应该不用多说啦 应该大家都吃过 试一下 要咬很久 这个太弹了 我感觉它的鱼肉 用的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它口感 比我一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招卖呢 要更弹一些 所以我感觉它这个鱼肉 有精心挑选过 然后下一道 粉果 因为今天我们来这间餐厅吃东西啊 你们可能看我们在吃些 港式饮茶什么有的没有的时候 可能会跟你们自己想象当中的 那个样子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来 就是试它的味道 因为其实我刚刚看外面 其实人还蛮多的 所以也许很多人喜欢来 来这里吃这种港式饮茶 这个就有水准了 而且他们这里不喜欢沾那个酱料 他们这边都喜欢把食物吃原味 应该是比方说他们什么 烧麦啊 煎虾卷啊 全部都用还不错的食材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吃原味 好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广东菜的部分 因为我们前面啊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间店 就当做是来吃饮茶 因为它有很多不错的广东菜啊 什么的粤菜 听说呢 这个海参是这里的招牌菜 哦 好弹哦 哎 感觉它已经 经过了多工的处理 它很Q耶 来试一下 好熟悉的味道哦 忘记了 忘记这个叫什么味道了 我吃过这个味道 但一时说不上口 这个调味感觉是 蛮常吃到的调味 它的调味呢应该是 类似于那种做鲍鱼料理的那种调味 就是它很咸很入味 所以它整根海参呢 都充满了那个味道 所以我每咬一口 那个味道就散发出来 先跟你们说啊 光是这一条啊 1680 所以我刚吃前面吃那两口 就吃了800块去了 我们现在还剩两口 我们又再吃一口400 不过我觉得这一道是好吃的 好吃一点就在于说它的调味 跟它的那个海参的口感结构 我觉得有结合在一起 就是它的咸度呢 已经完全融入了那根海参里面 粥的部分呢 各位观众朋友 我也略有研究 就是我来台湾差不多10年 我在台湾看到的那些 打着广东粥在做招牌的粥呢 其实那都不是广东粥 它的米呢 几乎都是没有煮烂的 而广东粥的精髓呢 就是它把米煮到烂掉了 好像水一样 就它很绵 但是你会吃得出来 它有米的感觉 但是它不是一粒一粒的 如果说一粒一粒的米的粥呢 什么是代表呢 潮州粥 就是它的粥呢 完全就是没有打算把那个米煮到烂掉 然后让你吃起来有潮州的感觉 那在台湾吃到的广东粥呢 就跟这个粥呢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才是真正的广东粥 就是它把米煮到化掉 然后让你感觉到那个粥的绵密 却吃不到米的口感 那就叫做粥 这个粥就是最绵密的那种 它完全看不到它任何一粒米的存在 却有粥的绵密 这个粥呢 主体是螃蟹跟鱼肉 那吃起来呢 其实蛮清淡的 不会有什么海鲜盖过那个粥的味道 最主要还是粥的绵密的感觉 这个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鱼肉 我们点了这条鱼呢 吃笋壳鱼 笋壳鱼的口感其实跟石斑很像 就是它口感很强 很有嚼劲 吃起来很有弹性 我们吃那种比较一般的鱼肉 不是一咬下去 那个鱼肉就会烂掉 甚至你可能夹下去的鱼肉 它就会烂掉 笋壳鱼就不太好了 它很有口感 但是我稍嫌 因为这个鱼的调味有点不太足 没有那种酱油配鱼的那种鲜味 你知道吗 吃起来也是有加烟的味道 我妈煮鱼差不多也是这种味道 我感觉 那回去找我妈吃饭就好了 这一道呢 是店里最招牌的一道 其中一道 就是这个葱爆炒和牛 它说呢 这个葱是日本的大葱 我感觉看起来啊 跟那些葱爆牛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报告观众 这道葱爆炒和牛呢 跟路边吃到的一模一样 其实这道让我大敢死亡 这一道啊 价钱据说是1680块 在我的心里的概念呢 就会觉得 你就得给我1680块的味道 首先我没有吃到1680块的味道 而且它整道葱爆炒和牛 是略甜的 为什么是略甜呢 因为它采用的酱也是略甜 它的大葱吃起来很甜 我不是说它的大葱吃起来很甜 是个缺点啊 而是说 这道菜呢 本来是希望 就是我们吃这个牛肉的时候 配搭这个葱 有一个微微的辣感 对不对 但是这道没有 在味道上面的层次没有那么丰富 它就是很多的甜味配搭在一起 我只能说啊 这道虽然它食材相当高档 但是我觉得 葱爆炒牛肉的精髓就在于 牛肉的味道 配搭上大葱的那个 微微的辣感 让这道菜 哇 往上飞的感觉 但是这道是往下掉的 因为它吃起来超甜的 然后牛肉没什么口感 我觉得它的葱很好吃啊 但是配搭起来 所以有点太腻了 来我们尝尝最后剩下的两道吧 这道香酥脆皮鸭 看起来很香 看起来也很酥 这是我一辈子 没有尝试过的味道与口感 我们来想像一块鸭肉 它焖煮得很嫩 然后它外层呢 再包裹了一层芋头 上面再加上那些酥皮什么的 外层是酥脆的 里面是软软的 反正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我不会想要夾第二块 就是我对这道菜的评价 最致命的点就在于它的芋头 它的芋头太多了 然后吃进去的时候 有一种很难以下咽的感觉 如果它有办法把这个芋头 煎成一个芋头饼在外层 然后里面不要失去鸭肉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就很可疑 因为它我吃进嘴巴里面 我整个嘴巴都是芋头的味道 我完全吃不到 几乎吃不到鸭肉的味道 鸭肉味的芋头 然后你吃不到鸭肉 来 最后一道 什么明太子蝎肉炒饭 听说很厉害齁 据店员跟我说 这道我们是每个客人来 都会点一道的这个炒饭很厉害 炒饭总该好吃了吧 因为这个是大街小巷 都能料理好的一道料理 是一道炒饭 吃完了 虽然我自己是有一点失望 而且价位实在是相对来说比较贵 因为我们今天结账是一万一千块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这一餐是两千的话 也许会吃得开心 而且还是也许喔 也就是说味道没有很符合我胃口 在这间店如果真的要给一个平分的话 如果五颗星是满分的话 好了我大概给个2.5分吧 就刚好一半一半 因为我觉得价钱让我觉得它不及格 而且味道又没有把那个分数往上拉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吃 确实这间店算是我近期以来 绝对不会回头的店 其中一间 就有朋友叫我来吃 我就说不要吃那间那间很贵 我会这么跟他说 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拜拜 by bwd6